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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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可能 别个知读上男皇 以为世界之皇 读了吗 请你以为愿为男皇护手 好 既然至尊金榜已到了平均的时候 那么就由你 在我举办一场入宝大会 明日 上去七十二地下 一入宝 三十六天当 一个留待之后再见 是那男皇您呢 七年前 我用走火入魔而引居 遭人陷害入狱 自然是回云州 杀人去灭族 公主男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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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皇 大事不好 你的妻子主先生出事了 怎么回事 我说你 你属下刚刚总的消息 我说你怎么回事 皇子联要在时代广场 向你的妻子处青年秋婚 说什么 混账 欢迎欢迎 给你在这上 且过 坐下 我们碰一个吧 老婆 严谨 你老公她不是人 她居然想想得我从门不轨 什么 什么 妈 我想到你这么变的 连小孩都不放过 你让我跟我肚子里 还怎么过 老婆 我没有 你听我说 你不要调调的 你把我抓来房间 说喜欢我很久了 去刷手摸我 发我衣服 年纪 你看我妈的还在她手上呢 还骗 她在骗你 她也是个小孩 这么多个杀伙 人丧俱祸 来人 把这个死变态 跟我刷出去错牢 放开我 你为什么要害我 叶涵 你就是个废 你有什么资格 和这么好看的 年姐在一起 多长大了 你就向年姐求婚 亲她 睡她 她是我的 放开我 真该死 属下已经为您进攻道路 五分钟内紫盖时代广场 走 跟上大花 哇 好浪漫 楚小姐也太幸福了吧 谁说不是呢 她原来那个变态老公入狱了 后来的 就是皇上这样的青年才进 真让人羡慕啊 严姐 我当了你二十年弟弟 我不想用 我想和你的关系更近一 我想当你老公 楚小姐 你愿意嫁给我吗 子凌 我们虽然没有血缘关系 但我一直把你当做我的亲弟弟 我们真的不合适 而且 我有老公 秦姐 你怎么还记着叶涵那个变态 你忘了七年前在婚礼上都发生什么了吗 她 我呸 说出来我都怕脏了我的嘴 既然老太君不想说 但我说了 那年我才十三岁还是个孩子 那叶涵既然企图上被我涂抹布 那简直就是个禽兽 如果不是当时我跑了快 这辈子就完了 别怪我 当年我就不该让他进楚家的门 现在一听叶涵这个名字我都觉得恶心 再怎么说叶涵也是匆匆的亲生父亲 秦远你糊涂 正因为他是匆匆的父亲 你才更应该嫁给四龄 奶奶你什么意思 你想想叶涵他是因为亲放而同入的狱 到以后匆匆无论是上学还是仕途 都会受到那劳改犯的影响 如果你不想让匆匆前途进会 那最好的办法就是入选至尊金榜 至尊金榜那是什么 你傻呀 至尊金榜都不知道 那是无上南皇创立的榜单 反用绑者变受南皇赏识 俯瞰众生超然无碍 这么厉害 轻言啊 那子灵背靠的 可是云州一流的世家皇家 入选至尊金榜对他来说 只事儿 你一旦嫁给了子灵 那子灵可就是松松的后霸 就能消除叶涵带来的负面影响 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 如果严姐不放心的话 我可以帮你进入至尊金榜 还可以这样 那皇家怎么可以有两名 老太君有所不知 清帝大人今天出狱 我特地邀请他来见证我的求婚 等清帝大人到了 我再引接严谨和他认识 虽说排名不会太高 但排到至宝的末位排名 应该问题了吧 什么 清帝大人见要来 清帝大人可是 至尊榜上第二的大人物呢 皇上可真厉害呀 只要能入榜就行 不愧是子灵啊 青年你还在等什么 要是你能入选至尊金榜 那不止是你和松松 就连我们楚家也会飞航腾达 赶紧答应等什么呀 严姐 嫁给我吧 答应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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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涵 对不起 这都是为了匆匆 中间什么呀 快答应啊 我不答应 子凌这是你藏呀 我也不知道 这谁啊 王子凌好久不见 严涵 居然是你 什么 原来他就是当年那只禽兽 看着人模人样的 原来内心那么变态 连小孩子都欺负 你个死变菜 你什么时候从监狱里出来的 他骑着这么贵的鸡车 刚从牢里出来 你哪有这么多钱 买这么豪华的车 大喊一笨 一看就是租的 这么好的车 严涵 你在牢里把佛人机采 猫要了才租得起吧 一辆车而已 只要我想 要多少有多少 你少说废话 严涵 你不要以为做个好车就能来吓唬 你敢破坏我和严姐的求婚 好大的胆子 多长安 你就想严姐求婚 牵他 睡他 他是我的 王子凌 我回来 就是要揭开你那张恶心的脸 让所有人都知道 你从小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坏丑 严涵 你闭嘴 你怎么能这样说子凌 没错 子凌从小就是个好孩子 倒是你 当年干的那个龌龊的事 铁正如山人尽皆知 严涵 有脸在这里颠倒黑白 星夜 你还以为我是当年 那个被你欺责的小男妇吗 既然你来了 那咱们就新仇救和你一块 有事 他 他怎么变得这么厉害 怪不得有事 原来在牢里学了些全景 但那又怎么样 真是云州遗憾 你敢在这撒野 皇家饶不了你 我倒是想看看 皇家能奈我何 干什么 老婆你 闭嘴 你没有资格教老 在牢里七年 不但没学好 还变本加厉 你还想对子凌动手 你还嫌害他害得不够是不是 秦妍 当年都是他自导自演 是他诬陷我 够了 那有十三岁的小孩 懂得用自己的清白来诬陷你 你还 真当我们什么都不知道是不是 所以我想告诉你 他天生就是个坏种 你 妈妈 妈妈 匆匆不想你嫁人 妈妈 你是我儿子 你是爸爸 爸爸回来了 对 我是你爸爸 爸爸 你终于回来了 爸爸 爸爸 孙孙没关系 他不是你爸爸 妈妈你骗人 孙孙知道 晚上你会对着爸爸的照片说话 孙孙知道 他就是我爸爸 秦妍 原来你 小兔崽子 谁让你胡说八道 他是个变态 他不是你爸 对 我 我马上就会和你妈妈结婚 我才是你的亲妈 来 叫什么爹 听听 跳 你是坏蛋 我妈妈不在的时候 你就让我睡狗窝 让我吃狗粮 还打我 这都是你打的 从我恨你 什么 黄自灵 你虐待我儿子 小兔狗坏人 我像你这么狠心 我怎么可能对小孩子动手 你还坚持着捏住 谁让你撒谎呢 证明能是你出去玩 你自己帅的 谁让你撒谎 你放开 匆匆 别碰儿子 秦妍 你看不见 匆匆身上的伤吗 子灵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 他是什么样的人 我不清楚吗 他怎么可能做这样的事情 匆匆 闭嘴 其人太深 叶涵 你少在这里发疯 我警告你 亲帝大人马上就到 这就不是你该待的地方 没错 我邀请亲帝大人来见证我的求婚 并且 我不让亲帝大人 把严谨 加入至尊天堡 那个劳改犯在这 脏了亲帝大人的眼 是不是 至尊精堡 为什么 你还有脸问 还不是因为你做了七年的大佬 匆匆走到 哪都被人说成是劳改犯的轴 这以后无论是上学还是入市 都被人压上 匆匆的前途都回了 不是 这青年要是嫁给死灵就不一样 死灵入学至尊精堡 就会抹去这样的影响 听到了吗 就当是为了匆匆 我走吧 为了匆匆入宝 青帝竟有如神 你想入宝 我一句话足以 遗憾 这个牢里没有镜子 撒帮要照着不行 你是个什么东西 青帝大人会见你 就是 谁不知道 青帝大人是至尊精堡第二的存在 那要说尽也得尽至尊精堡绑义的南皇大人 你该不是说 你就是南皇大人 没错 什么 他说什么 这个当中冒充无上南皇 简直无法无天 你疯了 无上南皇是至尊精堡绑手 法力通天 就连青帝大人都要放下气味 岂如你在这儿亵渎 烦了烦了 等会青帝大人到时 我一定禀告你的罪行 让他治你死罪 好啊 等青帝来了 我倒是要看看 他敢不敢盯我的罪 你还胡闹到什么时候 无上南皇身为世上第一人 青帝亦是一人之下 无数人之上 你如此辱魔他们 和找死有什么差别 你赶紧有多远滚多远 不要疼泪忽忽 妈妈你别生气 爸爸妈妈招呼匆匆很辛苦 你别惹他生气 好 爸爸不惹妈妈生气 找你的账 去算一算了 把我算账 行了 那我就给你好好算算 等你 你把我又挂进房间 拖我裤子摸我身体 说喜欢我 逼我陪你睡觉 你知道当兄弟对我造成多大的心理伤害吗 告诉你 我现在晚上睡觉 脑海里全是你丑恶的嘴脸 我现在跟别的男人接触 联想 都是你的模样 你身为施暴者 光不反省 你还反应我一口 你眼里还有毛发吧 这些年你还真没闲着呀 这套话术你练了多久 骗了别人 自己都给骗了 你给我闭嘴 各位 你们都听见了是吧 这个老改犯有多无耻 对 简直太漂亮了 这个变态施暴者 还有理了 严寒 匆匆还在这 你非要让他知道 他的爸爸是一个变态老改犯 你才上买干枪是不是 严寻你走 亲替大人马上就到 你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快走啊 我走 但真相不会来的太晚 你们给我等着 你好 现在所有人都站在我这边 就算当年是我诬陷你 也不会有人信 亲替大人到 亲替大人 您终于来了 您又是要禀报 刚才有个老改犯 名叫叶寒 他竟敢当众羞容您和南皇 您可千万光他放过他呀 他人呢 自然是被我赶跑了 赶跑了 对那就是个变态 我怕他憎怒 打着您的眼啊 不许你说我爸爸话话 闭嘴 这哪有你说话的份 你也赔在我面前过道 是是是亲替大人 那我换个话说 明天就是七山地霎的入宝大会 我想问亲替大人 又一个 入宝名额不知 我 这黄子龄虽然该死 但这毕竟是南皇的家事 我稍作成见即可 更多我们也不好插手 还是由南皇亲手处理吧 我们走 子凌你没事吧 怎么回事啊 这都是叶涵的错 那亲替大人打我干嘛呀 子凌 你误会 那亲替大人 肯定是因为叶涵不在着 他有火没出现 就打了你两巴掌 再说了 亲替大人 是那样的大人物 那你能挨他两巴掌 也是一种傲人的荣耀啊 哎呀你这么说 我觉得 不顾啊 联姐 聪聪在轻敌大人面前胡说八道 这太没有教育了 过两天入国大会 聪聪要是再闹出什么事情 那麻烦给他太大 我建议先把他送去国外 等入广大会议结束 再把他接 青眼 子龄说的对啊 这聪聪和叶涵的性子太像 把他送到国外 锻炼锻炼 改一改他那漏戏 妈妈 聪聪故障 聪聪乖 一切都是为了你未来着想 妈妈马上就会去接你 好吗 那好吧 乖孩子 严涵 我知道你不是喜欢小孩的变态 那我就把你儿子送给一个真变态 我要让你后悔终生 蓝黄 您找我 明天入榜大会 你把亲眼的名字 也列入地上排名之中 算是我对他的一些弥补 是 除此之外 在会上告知天下 再有七天 我将桥定三十六天 刚于七十二地上的最终排名 列向全世界 举行街榜圣殿 遵命 至尊金榜现实 重塑世界秩序 南方威武 到了那一天 我要一一清算 一切都会真相大白 这种主大会果然是非同败强 虽然今天公布的只是七十二地上的排名 但入场的可都是国内外顶鉴的大人物 就连青帝使者都来了 除了他们以外 最让人期待的 自然就是青帝大人的道场 看见台上的宝座了吗 那可是专闻为青帝大人准备 那红布罩着的 就是七十二地上的排名榜单 希望我的名字 也能列入其中啊 清言想什么呢 心不在言的 我在想匆匆上飞机没 这毕竟是他第一次出 长长 你就放心吧 那小白猪今年才七岁 又白又嫩 您绝对喜欢 好好享受 子凌怎么样 匆匆走了吗 放心吧 都安排好了 那就好 子凌 话说回来 那边也都安排好了吧 清言是不是能够顺利地进入榜单啊 我昨天被青帝大人打得两棒 现在还疼 哪敢开口请他帮我 只能见机行事了 我已经动用了一切可以用的关系 按道理讲的话 应该没问题 我就知道 子凌有本事 清言 你别再老想着叶涵那个死变态 这子凌才是值得你托付终生的好男人 要开榜了 各位 青帝大人会在开榜之后出现 在此之前 周围请看 我龙城周家成功入榜 位列至尊金榜第九十九名 我江北白家 位列至尊金榜八十名 可喜可贺 可喜可贺呀 至尊金榜排名六十 不够于九州上将 家层匪王 至尊金榜第五十 同样不容小觑 我云州皇家皇子灵 位列至尊金榜第三十七名 什么 三十七 这除了三十六天罡之外 这第三十七名 那是地下第一名啊 不愧是皇少 同辈宗 谁能相提并论 各位 过奖了 救了救了 救了救了救了 人生楚家第四十五名 楚青岩 四十五 虽然不如皇少 可也是极其靠前的排名了 听闻皇少昨天 向楚小姐求婚 现在看来啊 可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啊 居然真的上榜了 哎呀 子凌啊 没想到你帮青岩排名排得这么浅 真给我楚家长脸 青岩 还不愧谢谢子凌 子凌 真的很谢谢你 怎么回事 我明明没有帮颜姐 颜姐 你太客气了 举手知道而已 子凌 我果然没看错你 青岩 看见了吧 子凌才是那个最适合你的人 这 颜姐 老太军说的对 既然这样 今天这么高兴 那我就喜上加息 颜姐 嫁给我吧 好 我同意 赞成你们结婚 我不赞成 我不同意 叶涵 你还真是阴魂不散 叶涵 好熟悉的名字 好像在哪听 你忘了 叶涵 就是七年前 轰动整个云州的那个变态 当时皇上还是个孩子 遇到一个变态 涂抹不轨 他居然还有脸来 叶涵 今天是七十二地上的入榜大会 岂是你个老鬼犯的混进来 我还需要混进了 这入榜大会 就是我召开的 放死 你当这是什么地方 岂容你在这胡说八道 叶涵 疯了 你昨天刚得罪亲戚大人 你的亲戚大人震怒 还真胡闹 找死啊 各位 叶涵是我老公 坐了几年了 脑子有点不太好 是我的问题 我没有看好他 让他混了进来 我向各位道歉 请 楚小姐 你替这样一个人道歉 也太不值得了吧 这么一个变态 见老改犯 哪里配得上 要我说啊 还是地煞第一人皇上 和楚小姐 这可是 可是你妈 我们的亲戚怎么样 需要你们在这嚼舌头吗 闭嘴 叶涵 你除了会无能狂怒 你还会什么 各位说的有错吗 看见没 楚家楚青岩 至尊金榜 第四十五名 这都是子灵的功劳 你再看看你 你给青岩带来了什么 什么 不以自知之明 看见了吗 小姐的 这就是你我之间的差距 你当青岩入至尊金榜的 明明是我 什么时候成了你的功劳 叶涵 你想造反吗 他居然说 楚小姐进入至尊金榜 是因为他 至尊金榜高高在上 你一个老改犯 你有什么资格定夺排名 我有什么资格 那我就让你看看我的资格 站住 入宝大会 你能揉你帮子 叶涵你干什么 他正在放火上至尊金榜 你们给我听好了 这就是我资格 只尊金榜 不需要你们这群孤名钓鱼 鼠目寸光准备 从现在开始 所有排名作废 一切打乱重来 完了完了 这东西把坏了 还敢烧了一整副金榜 不止七十二地上 就连三十六天刚也 天连其中啊 要是青帝大人怪罪下来 我们所有人 可都曾经不住他的弄火啊 我一通知青帝大人 他马上就来 叶涵 你上一次在老里关了七年 还给我改不了知识 你今天敢火烧金榜 一会儿青帝大人到 害你灵痴处死 至尊金榜由我创 由我毁灭 有何不可 放屁 至尊金榜 南皇所创 其中你这个废物杉志 叶涵 火烧金榜 一世人神共分 冒充南皇更是最嫁衣的 青眼我让你和他离婚 你偏不听 如果这把火烧到了暑假 我们整个暑假 都得跟着这个废物陪散 叶涵 你滚下磕头 或许还有一些生机 完了 他今天必须得死 来 是十几百二 七帝大人 拜见青帝大人 打探涵涵 青帝大人在此 你竟敢不跪 我为什么要跪 放肆 青帝大人是 至尊金榜第二的存在 仅次于榜一南皇大人 被告权重 跪他理所应当 我敢跪 他敢硬吗 现场舆论混雜 避免造成混乱 先暂时隐藏我的身份 至于现在的 至尊金榜排名 我很不满意 多是一些 孤明钓鱼俗 牧村岗之徒 我已将板当烧毁 排名打乱 一切重来 都起来吧 谢谢大人 青帝大人 怎么没有处罚 遗憾 青帝大人宽宏大量 但我们不能饶了他 青帝大人 昨日登仲辱骂您的人 就是他 书信 他不光不知悔改 还不请自来 玷污了若王大会 更是当着大家的面 烧毁了至尊金榜 还坐上了 本应该属于您的宝座 对他甚至还冒充南皇大人 我们都可以作证 我们都看见了 都是他一人所为 跟我们可没有任何关系啊 没错 我也能作证 数此矿痛 分明藐视律法 藐视大会 更严重的是 他们藐视了 青帝大人您的威严 我提 应当此人就地正法 一定效用 我说过 你算什么东西 你敢再让我们一起裹造 对 对不起青帝大人 是我冒进了 但叶涵罪不可赦 你可不能饶了他 让 叶涵 你真以为没人吃得了你什么 你竟敢稍会至尊金榜 今天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 就不了你 叶涵 我劝你还是趁现在好好想一想 一会儿在青帝大人面前 怎么样的摇尾起连 说不定青帝大人一心软 还能留你一条权势 现在知道你干了件什么蠢事吧 你诚意识之音 只会万劫不可赖 比起是从从爸爸 如果你真心悔改 我不愿意陪你和青帝大人解释 祈求他的原谅 秦妍 你的好意我心灵了 但是我叶涵行事 何须向他人解释 你 好 我看你嘴硬到什么时候 我奉无上南皇之一 本应替南皇代理七十二地下的入榜 是 但就在刚刚 南皇告诉 他对今日七十二地下的排名很不满意 认为你们皆是一些孤民钓鱼 属无寸光之徒 南皇震怒 干脆整部至尊金榜的排名作废 你先重来 什么 重新入榜 那我还能保持现在的排名吗 废话 未免多少人寄予着入 一旦重新开始 定会引来诸多变故 别说保持排名了 你还能不能入榜都是问题 哎呀 可惜我家青年那四十五的排名了 那我那三十七的排名又怎么说 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 肃静 此乃南皇命令 必须服从 同时告进你 你们还有七天的时间 争取最后的入榜资格 七日之后 南皇会举办接榜圣殿 三十六天高与七十二地下 将会被彻底定格 这 就是你们最后的机会 我等明白 金帝 大师报好了 我们刚收过消息 叶村少女被绑架 谁干的 老老大看 是 是中警 他们正在赶快装扎了 妈 你火烧至尊金榜的事 还没跟你算账呢 这么快就死了 怎么想跑路 没门 我 你也没事吧 你到底想干嘛呀 妈的你敢打我 青帝大人 叶汉太无法无天了 你一定要替我做主啊 有业我做的东西 也陪着我陪你做主 青帝大人都走了 咱们也走吧 走走走走 到底发生了什么 青帝大人明明知道 叶汉烧毁了至尊金榜 还任由他离去 更关键的是 叶汉刚说要打乱排名 青帝大人就应验了他的话 难道叶汉 真的是无上男皇 不可能 叶汉要是无上男皇 七年前他怎么可能朗堂入院 而且青帝大人 刚才接了个电话 就匆匆离开 一定是无上男皇 给他下达了什么指令 叶汉这不是碰巧 遇到了队的时机 才留得一命而已 说得对 叶汉他就是踩到了狗屎 司令咱们走 走 好 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这个点匆匆应该下来接了 你好 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关机 您好 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又是关机 喂您好 我想请问一下 今天早上的航班里 有没有一个叫叶聪的七岁小男孩 叶聪 不好意思还没有 不会出事的 找子龙问一下就知道 男皇 调查清楚了 聪聪少主是被黄子龄派人送给了庄前 庄前就是个彻头彻尾的变态 最喜欢的事就是折磨小孩 这些年来被他折磨的孩子没有一千又八百 下场被死其他 撞起了 你们真该死 天 主下在 立刻召集十万南皇军 被我吐狗 南皇三四 南皇令出天下云洞 这小小的云州 还得不住您的怒火啊 我儿子若是有半天损失 我要让整个天下为他陪葬 来人 拜见亲力 你十万南皇军 我速赶往一周 救出少主 不得有我 是 等着爸爸 爸爸马上就来了 我你妈 什么瞪色 他抄老子的车 他配吗 哇 老板 你也太晒了 像这种人居然改变您的车 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 那是 你不看看他开什么车 我开什么车 老板 你太晒了 太厉害了 嘿嘿 我有更厉害的 你要不要试一试啊 哼 讨厌 你不瞪 找死人 看什么 他要干嘛 疯了吗 我你们 我你们 你 我先走了 小林匆匆匆去哪了 匆匆 可现在不是应该下飞机了吗 没有我打过电话了 机场说匆匆根本没上飞机 子凌匆匆匆行程是你安排的 怎么回事 匆匆没在飞机上 这孩子跟他爹一样不伤心 严谨你先找出 去 喂 卓手 您的情况怎么样 那个小白猪给你算了 在路上呢 这次的货很好 放心 我知道你想要什么 但我完事了 我会让我爸帮你进入天罡培 哎 太感谢双少 您就好好享用 但是 小白猪他妈知道他儿子对你 就到处找了 你要不要小弟帮你躺着 拖一下时间啊 不用那么麻烦 您直接带他来找我 我当着他的面 把他儿子给伴 哈哈哈 刺激 哈哈哈 我当着他的面 把他儿子给扮了 我靠 这也太变态了 诚少 小白猪他妈我挺喜欢的 这样做会不会不太好啊 你傻不傻 我是谁 我爸可是至尊金榜 排名第10的存在 就算这小白猪 那妈知道了一个怎样 反倒是她知道真相了 也只能见受现实 那样的话 你还少了个偷油品 然后彻底去拿下这个女人 明白了吗 你装少高明啊 但是 蓝黄已经把 至尊金榜的排名 全部都打乱了 您父亲的排名 这就不需要你担心 我爸之前能进金榜定时 足以说能及十一 就算现在排名打乱 接宝圣殿开始 我妈依旧是金榜的一世 好装手 您等着 我这就把他妈给你送过去 没想到 牺牲这个小野种 还能把我排入到天罡 严谨 这你可不能怪我了 怎么样 不好了严谨 从容被庄家公子 装前装去 什么 居然是庄绍 清延啊 那庄绍可是庄家家主 庄龙的儿子 而庄龙更是为了 三十六天罡之一 至尊金榜第十 全比冯天啊 什么 他为什么要抓松松啊 我听说这个庄前 平时最喜欢小孩子 他没事就爱收集 白经的孩子 供自己享乐 经他手的孩子 非死即残 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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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那庄绍的父亲 可是至尊金榜第十的庄龙啊 我们可得罪不起啊 匆匆 庄竟然落在了庄绍的手里 那就是匆匆的命啊 匆匆是我的孩子 我不能让他有事 子雷 我求求你 皇家是云中一流家族 你帮我救救他 我愿意嫁给你 还真让庄绍说中了 这正是趁虚而入的好机会 我愿意建制 你们先 관련 你先找到窗户好吗 他在哪里 叔叔你要是谁 小朋友啊 你严重我就是叔叔的 羽 你叫我主人 过来 公公公公 你是婚人 我爸爸妈妈呢 我爸爸妈妈呢 就是这样 你越大声 我就越兴奋 你叫聪聪对吧 不喜欢你这样白白晋记的笑白虫 你乖乖听说你的话 听到了吗 你真假的 我来 小心 哪来的口 你居然看来老子 立刻犯了我儿子 我让你除落狗扬灰 是爸爸 爸爸来就冲冲了 说废话 敢挡在老子车前面 给我挂死了 爸爸快走 去死吧 皮肤汗树 怎么可能 入行车 他还是人吗 爸爸好厉害 爸爸爸爸去超人 匆匆 爸爸我在这里 匆匆别怕 爸爸现在就来救你 有我在 休想上我们家 就凭你 爸爸 爸爸 那个好吃 过来 别动 你敢了 来 我就赞了这头小白猪 我儿子要有半点损伤 我灭你全家 就凭你这点三脚猫功夫 你觉得可以在我面前 大放厥词了吗 知道我爸是谁了 世尊金榜排名第十 装龙 金榜第十 现在知道 爸了 晚了 我警告你 现在立刻 我跪下磕三个小童 然后又多远 我滚多远 不要打扰我 下面的儿子 我死了 你敢打我 他最疼的就是我 他不会放过你的 有其子必有其父 也怪我疏忽了 当初没有好好筛选 竟然你们这种败类 混进了至尊金榜之中 你犯蛋了 会让我爸杀了你全家 家人一口就别下火 死不悔改 爸爸 你们别打架了 妈妈说打架要坐牢 我不想再失去爸爸 干什么 干什么 踹什么 你干什么 干什么 光天化日 你敢当街行修 万年 在服务什么 他是我儿子 我在救他 聪聪 他不是孩子的父亲 他是人贩子 大家不要小心 他把我拦住他 别动 别动 让开 告诉你啊 你别那么凶 我看你不是好人 原来你是人贩子 你别让他伤害孩子啊 孩子别怕啊 叔叔在这儿呢 他不敢动我妈 你们都被骗了 我是那孩子的爸爸 赚钱 放开 从从 孩子 孩子 你怎么样了 大家不要相信这人贩子的鬼话 看 这是我司机 被他打晕了 那是我的车被他撞赖了 这孩子 都被他吓晕过去 孩子 孩子 醒醒 你少在这里装模作样 你别动 站住 啊 站住 我这辈子最恨人贩子了 还还这么猖狂 连这么小的小孩 你都不放过 亲手不如你 我把他发往上 曝光他 把发发发 来来来来 快快啊 青年你别着急 反正匆匆是叶寒 那个变态的动 实在不行 没了就没了 你和子凌再商一个 奶奶 行了行了 我不说了 什么 叶寒 聪聪 这是装钱 他怎么跟叶寒在一起 难道聪聪被抓 跟叶寒有关系 什么 没想到 叶寒这么快就到 正好叶寒 就让你挺背锅的 叶姐 这还有 你记得上次入网大会的时候 叶寒提前离开了 说不定就是他把聪聪送给装钱的 怎么可能 再怎么说 叶寒也是聪聪的亲生父亲啊 亲生父亲 亲生父亲就能掩盖 他是一个变态的事实吗 秦烟 你忘了当初 他是想对子凌的吗 没错 可怜我当年只有13岁 叶寒那个禽兽不如的东西 都能对我 同梦过我严寂 这种人干出什么事情都不奇怪 你还 敢爱聪聪 这辈子不会放过你 子凌 这辈子没有求过你什么 求求你救救聪聪好吗 庆言你说什么呢 庄前的父亲可是至尊金绑第十 你这不是在给子郑守扮的吗 可清帝大人不就在云州吗 如果能醒到清帝大人 聪聪肯定可以救出来啊 叶姐你先冷静一下 我试试 真的吗 子凌 太感谢你了 清帝大人刚打了我爸 一看就是生气了 还敢联系他 随便撞着他就算了 好了 叶姐 我已经给清帝大人发信息了 相信他看在我的面子上 应该会出手 子凌太谢谢你了 庆言 子凌这回可帮了你这么大的忙 你可得好好报答他 这都是为了匆匆 叶涵 如果匆匆真是你害的 那你也怪不得我 好 子凌 如果你能救出匆匆 我就嫁给你 如果你能救出匆匆 我就嫁给你 真的吗 哎呀 那可太好了 你们俩呀 早就应该在一起 盈盈你放心 我一定会尽力的 不管那小野种能不能救出来 盈盈 你都是我的 这么成功 把他发往上去 报告他 报告他 来 都给我让开 怎么 这么多人在这里 你还想强强孩子不成 我告诉你 今天只要我在 你别想伤害孩子 只要我们在这 你别想做这孩子一个汉堡 我告诉你啊 我们我们把你照片放网上了啊 待会就有人来抓你 你等着你 你站着啊 你别动 别动 这无可救药 你 咬人没有用 南环军还有多几刀 一分钟后 清帝雨天 以及十万南环军就会到达现场 如果你们更想受牵连 就赶紧离开 不得 后果自负 哈哈 你想笑死谁 清帝 是至尊金王榜二 也是你一个电话能呼来唤去 以为自己是南环军啊 别把我们当傻子 清帝 是至尊金王榜二 也是你一个电话能呼来唤去 以为自己是南环军啊 别把我们当傻子 就算 就算清家人在这儿呢 他也不可能帮你个人犯了 那人间自有公道在 你少在这儿装模作样的啊 我们不怕你 那还有最后三十秒 再不让开 就都别走了 放屁 是的 我叫你还在这儿叫 那家伙帮我拦住他 我先带孩子走 赚钱 你给我站住 别别别别动 你想干嘛 不是你太狂妄了啊 你还想抢孩子不成年 快带孩子走 我们替你拦住他 你去 赶快我好事 怎么回去了 不加倍整我你的孩子 你清帝何在 继续装吧 我先走吧 我跟清理大人动 真的是吗 是清理大人 清理大人来了 就真的来了 清理大人 真的是清理大人 安黄军把这里给我围住 一个都别放高 放屁 上 请回住 清理大人 您来的正好 我是庄家庄钱 我向您举报 他 是个人贩子 公天化日 这些 想抢走我的孩子 简直无法无天 在场所有人都能坐镇 呃 对 我们的证明 他就是个人贩的 对 严惩人贩的 对 严惩人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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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给我闭嘴 今天 找我儿子救出来 马上 大胆 清帝大人当下 你竟然还在狡辩 清帝大人 你可千万不能轻饶 这种人贩子 给我拿下 对 给我狠狠拿下 干什么 干什么 清帝大人 您这是何意啊 还好只是暂时会女 禀报清帝 这是从庄前的车里 搜出来的 这全是小孩的照片 与贴身物品 铁证书杉 真正谋划孩子的人是你 庄前 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咱误会人家了 原来咱们维护的人 才是人犯的 什么人犯的 你这个变态 清帝大人 你听我解释啊 你还有什么好解释的 清帝大人 他们是 满黄军 庄前怎么被抓下来了 这 到底怎么回事 清帝大人怎么真的来了 庄前 猥亵儿童 绑架儿童 草菅人命最大恶极 当受万箭穿心之心 一尽效尤 带走 清帝大人 清帝大人用命啊 清帝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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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想到 庄前居然真的被 清帝大人给带走 子凌 太厉害了 举手之劳 匆匆 清延 放开我儿子 清延 匆匆没事 只是暂时昏迷的 我马上送他去医院 你往前远一点 你好 我问你 是不是你把匆匆送给装钱的 说 清延 你说什么呢 匆匆是我儿子 我怎么可能把他送给给变态呢 是吗 那你为什么会在这儿 入网大会的时候 你为什么早早离场 我早离场 是因为我知道匆匆有危险 我过来救他 当时我们所有人都在一起 我们都没有收到任何消息 你怎么知道匆匆出事 因为我 我总不能说 是我从倚天电话里听到的吧 说出来 清延肯定不相信 清延 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 解释起来很复杂 总之我是绝对不会伤害匆匆的 是解释起来太复杂了 还是压根就没法解释 真姐 你记得我在车上跟你说过什么 这个禽兽不如的东西 当年都能对我下手 今天他对匆匆下手 什么不可能的 好子灵 匆匆明明就是你送给装钱的 还敢在这里恶人先告状 放你的狗屁 匆匆被抓 就是子灵最近告诉我们的 也是他把我们带到这儿的 就连青帝大人 也是子灵动用怪的 有关系请的 你说他个人心道状 以前以为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你说青帝是他请来的 废话 不是我还是你 你说的没错 青帝以前就是我让他来的 够了 你闹到什么时候 青延 我们从陌生走进婚姻 你就真的一点都不肯相信我吗 我怎么相信你 我是信唐唐青帝大人 听命于你一个劳改犯 还是信我青眼见到你对子灵 做的那些事情 青延我 还装 从头到尾你都一直在狡辩 既然你有证据 你倒拿出来 他能有什么证据 他除了嘴硬 他什么都不会 叫我看 他就是一条改不了吃屎的狗 说什么 不错 站住 你太失望 在你又反省好之前 我不许你靠着我儿子 咱俩我们去医院 我看 庄少被青帝抓了 这件事我得和庄家主汇报才行 姐姐 我突然想起来 我还有件事情要说 就先不去了 行子灵 你有事你就先走吧 不好 医生我儿子怎么样了 病人已经没事了 很快就会醒了 医生我儿子怎么样了 病人已经没事了 很快就会醒了 叶寒 你还来干什么 叶寒 我不是跟你说过 不许你再靠近匆匆吗 匆匆是我儿子 他进医院了 我来看看他 有可不可 而且等匆匆醒来 他可以为我作证 我从未伤害他 谁知道你安慰什么心 你到底是来看他 你还是来想害他 我敬你是亲爷的奶奶 对你一再忍绕 别不吃好奶 干嘛 变态劳改犯 你还想对我都受不上 好啊 来呀 以后之后你就动一下试试 你们够了 爸爸妈妈 爸爸妈妈 你感觉怎么样 匆匆匆没事了 就是头有点疼 头疼 怎么会头疼呢 医生 等等 孙颜 他不是说匆匆能帮他作证吗 既然人已经醒了 那就让他说说 到底发生了什么 匆匆现在刚醒 他更需要休息 叶寒 你嘴里能不能有句老实话 说让匆匆作证的是你 现在你有拖延时间 你真把我们的傻子 你逗着玩了 奶奶和爸爸不要吵架 匆匆乖他们没有吵架啊 你还记不记得你被那个坏叔叔抓走之后发生了什么 匆匆你尽管说不用怕有爸爸在呢 匆匆记得记得那个坏叔叔 坏叔叔 匆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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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还愣着干什么呀 你没听清言说吗 赶紧滚呀 好 我走 等一下 爸爸不要走 冲冲乖 爸爸有事 等你好了 他会来看你的好吗 妈妈骗人 妈妈要赶抱抱走 冲冲不让抱抱走 医生叔叔 冲冲已经没事了 冲冲想和爸爸妈妈一起回家 楚教计 您儿子已经没有答案了 头痛呢也只是暂时的 我看孩子现在回家的意愿比较强烈 我建议可以直接回家休养 这 爸爸抱 真是个贱人 楚家我只在乎冲冲和亲眼 楚老太君 书官不实好歹 也怪无面了楚家 妈妈 咱们回家吧 好 走吧 儿啊 这都是你挣钱最喜欢的 那些跟小儿有关的东西啊 从你房间都给搬出来了 你看看还缺少 跟我说 我给你买去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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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他给我抱出去 爸爸 让他冷静冷静 爸爸 原来庄少还有个儿子 儿子啊 你咋好这口呢 我给你说了多少回了 让你见 让你见 就是不停 认为好了啊 因为你猥亵残害儿童的罪名 被清帝给斩首了 被清帝给斩首了 我们现在怎么会啊 谁家就接了 庄家主 事已至此 你得振作起来 得替庄少报仇啊 屁话 有用啊 你以为我不想报仇啊 可我儿 死于清帝之手 清帝现在召集了十万南皇军 这背后 肯定是吴上南皇的命令 我 庄荣 至尊金榜排名第十名 可是在南皇面前 我连个屁都不是啊 我怎么报仇 庄家主 还有一个人呢 就是因为他拖着庄少 清帝才赶到现场 不然庄少怎么就跑了 何至于被清帝抓住 谁啊 义涵 义涵 他是什么世家子弟啊 不是 他就是个劳改犯 什么背景都没有 没有背景 他凭什么敢拖住我儿子 那是因为庄少抓的那个孩子 就是义涵的拖住 岂有此理 岂有此理 二啊 这些年老子你手里的小孩 没有以前有八百人 谁敢闹事 哪个家长敢不服 可这个叶涵 他就是一个老改犯的 何德何德 敢捂腻 没错 叶涵就是不知好歹 庄少能看上他的孩子 他不仅不满足 还害死庄少 简直天理难容 我子俩 我儿刚死 我还要陪孙子 不宜大动干戈 所以 你替我杀了野涵 啊 我 放心 我儿说过 你想摆脱地上 成为天罡之一 你只要杀了野涵 我保证在三天之后的结榜圣殿上 祝你位列天罡 在下 一定替庄少 报仇血恨 儿子 爹不会放过野涵的 千下幼稚 你就安心上路 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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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想告诉爸爸 看不到野涵的人头 你这死獰目吗 口头灵 你怎么还不去 哎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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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 没事 爸爸就来看看你 爸爸 你什么时候才能和妈妈和好 我不想看到你们天天吵架 好 爸爸答应你 一定会让妈妈接受爸爸的 真的吗 那冲冲这也不是班里小朋友说的 没有爸爸的孩子了 冲冲 你班里的同学都是这么说你的吗 对 冲冲 以后要是还有人这么说你 你就回来告诉爸爸 爸爸帮你教训他们 啊 叶涵 我警告你 不许待会儿冲冲 亲眼 你知道冲冲班里的同学都是怎么说他的吗 我当然知道 还不都是因为你 如果你当年没有做那样的事 一走走七年 冲冲也不会被别人那样说 亲眼 当年 冲冲 明天就是生日了 想要什么了告诉妈妈 明天是冲冲的生日 是啊 你之前一直都不知道吧 是我的不对 冲冲 爸爸这么多年一直都没有给你过过生日 你说 你想要什么礼物 不管是什么 爸爸都送给你 冲冲什么都不得 冲冲只让爸爸和妈妈在一起就很开心了 你是孩子 冲冲 你喜欢去游乐场吗 喜欢 那爸爸给你买下一整座游乐场 就视频里这个 然后给你在里面庆祝生日怎么样 真的吗 他好了 谢谢爸爸 冲冲乖 妈妈有话跟爸爸说啊 你出来一下 你疯了 你知道你刚刚说的游乐场是什么地方吗 那是笛子迷乐园 向来只招待名门望族 就连我们储家进去都要花费不少 你开口就说买下来 你在开什么玩笑啊 秦妍 你相信我 不管笛子迷多少钱 我都能买下来 好大的口气 笛子迷乐园 隶属全球第一财阀盛豪集团的企项 专门服务于各地的名门望族 它仅仅是一张入场圈 就需要一百万一张 能进入笛子迷乐园 不仅仅彰显的是自身财力的雄厚 更是实力与身份的底线 就连我储家也没有 请你 你算个什么东西 你竟敢大放厥词 买下整个递子你 数目寸光 你储家不行就代表我不行吗 叶涵 本以为你改过自信 不再信口开河 你现在说这些话 只会让我对你更加失望 严谨 他什么人你还不了解吗 他什么失望不失望的 汪子凌 我儿子被你送给装钱的照顾 还没和你算呢 还敢出现在我面前 真当以为我不敢动你吗 放肆 好你个叶涵 现在还恶人先告状是吗 就是 你有证据吗 我不想跟你们废话 等我为匆匆过完生日 我必让你付出代价 叶涵你去哪 买下迪兹尼 只会逞强的废物 他这样的迪斯尼连门都不会让他进 不行 我去追他回来 哎 轻眼 这孩子 庄家主任我灭了意涵 这倒是个好机会 正好可以借迪斯尼老板的手 干这个遗憾 喂 可是迪斯尼乐园的周老板 我以庄家家主庄龙的名义 请请你办一件事情 约翰 轻眼 你怎么来了 当然是来阻止你 这迪斯尼不是你想进就能进的地方 你要是在这撒野 是没有什么好下场的 看来你还是放心不笑我呀 你 你胡说什么 我是害怕你受伤 匆匆会担心你 放心吧 既然来都来了 那你就看着我 怎么买下这里 哎 哎 你们谁呀 来这干嘛 哎 哎 你们谁呀 来这干嘛 我是来买这个游乐园的 麻烦你给你老板通报一声 你哪来的傻子呀 还找我们老板买游乐园 你有预约吗 没有 但我想你老板应该没有理由拒绝我 哈哈哈哈 你疯了吧啊 还不赶紧滚 看一扶 对你不客气了 哎 不知道可不可以麻烦你 通报一下你说老板 听我的 这个地方不同意去他地方 你看必须别乱说话 储家 怎么三流家储家 你听我 你 你什么你啊 滚不滚 啊 别动手别动手 不好意思啊 我替我们老板通报一下 说什么 咱们就是看门的宝办 我也没听过谁是准备的 那你看 像莫同一样 当口处 嗯 这啊 冒充是一个大人物 咱们得罪不起 这是什么构皮理由 这怎么演的呀 我跟你说 别以为咱们就是一个高脑 成熟的宝 不然的话和那个那个 卖奢侈品那个导物员 有什么区别 我是哎 这个一会有人进去啊 接待一下 不好意思 您可以进去 小伙子 你很上道吧 哈哈 这张卡里有五百万 密码六个零 对你当作零花钱 谢谢 还五百万 扯什么肚子 嗯 一个五百万元 我靠 是五百万 他们叫什么 可能是突然有了五百万 有些惊喜吧 叶涵 我说过多少次了 你不要再这样信口开合了 你以为我不知道 你给他们一张空卡 如果被他们识破 你我都会有麻烦的 那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好的 放上 既然是庄家主的意思 那我一定照办 那人叫一孩是吧 好 行 你们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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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老板你好 我是楚家主亲吟 楚家 哦 找了什么事啊 我要买下游乐场 开个价吧 别了 你不是刚好 是吧 我说 你们两个是故意来收奖的事吗 你们主家什么事 一年营收也就十个亿左右 我们游乐场专供贵族 一张门票就一百多万 一年的营收更是上千亿 你们凭什么要买 如果你买得起 我叫你爸爸 那你可能真要叫爸爸 你是真当我是傻子吗 啊 周老板冷静 咱们有话好好说 爸爸 爸爸 虽然你给我的五百万零花钱 爸爸 爸爸 刚才是我原来不是太差 却今天给我的零为的爸爸 啊 那张卡真的有五百万 你干什么呢 滚出去 爸 记得下次来见见儿子 我们会等你的 哎呦 快走 能拿出五百万来打发保安 看来您啊 也不是等钱之位 但是呢 我还是劝您啊 尽早一点 我们这个迪斯尼乐园呢 也不是什么爆发户都能买得起的 黑金卡 每张额度有五千个亿 够了吗 秀一张 不够 黑龙卡 每张的额度是黑金卡的十倍 一张就有五万亿的额度 这个够了吗 我们这游乐场当年建成 花了不少钱呢 吃金卡 一张就能买下半个小国家 全球限量五十张 特里就有十张 什么 现在够了吗 够了够了 一会儿啊 我就带您啊 去把这个游乐场转让给您 请问您分心大名了 叶寒 你就是叶寒 你就是叶寒 怎么 看来啊 今天你之前 我是无福享受的 什么意思 虽然黄子凌说这叶寒是装聋的仇人 要我除掉他 可是一般人怎么敢对装聋的儿子出手 还拥有那么多的至尊卡 可见这叶寒肯定不简单 王子凌想借刀杀人 我可没那么傻 我没什么意思 趁我没有反悔啊 赶紧走 你刚才这张已经答应了将游乐场卖给我 现在又出尔反尔 凭什么 我说你这小子怎么有言不尽啊 让你走你就走 哪有那么多废话 钱我给了 你也收了 也同意了 这就是厂 不卖也得卖 卖也得卖 妈 你这老子好说话是吧 让你走是给你面子 别给脸不要脸 我实话才知道 今天我的老板 也就是盛豪集团的董事长 要来这里视察工作 信不信要是让他存在这里五角团成 行走也走不了 叶寒 盛豪集团的董事长是三十六天刚之一 是种存在无惹不起的 赶快走吧 算你实相 没错 我老板就是至尊金榜上排名弟兄 全吃同天 这迪士尼乐园呢 也只不过是他猪桌产业之夜 我承认你很有情 但是在我老板面前啊 你屁都无事 我说过 我要买下迪士尼乐园 给匆匆过生日的 我必须要做的 你说你老板也在这里是吧 那正好我和他也认识 尽管让他来 既然你做不了主 我就找您做主的人 叶寒 在胡说八道什么 嘿嘿嘿笑死了 你家是没性的 你就撒朋友要照顾你自己 还说认识我们老板 你也废 我不想跟你废话 让你老板过来 我没多少时间等他 好啊 我倒要看看 这脸到底有多大 哎老板 哎我是小焦 有个人啊 咱要办公室里闹事 他说他就叶寒 还说这个你 哎哎 好老板 听懂没 我老板马上就到 你呀 死定了 你呀 死定了 赵老板 我替他向你道歉 是他口无遮拦 我们马上走 我住园呢 也是个小道理 你可以走 但是 他条 他得留下 给我老板 磕头认错 这 秦妍 你先走吧 放心 我没事的 坚持住 我现在马上回去找人帮你 不用 你回家等我就好了 还在嘴硬啊 也算了 你一定要等我回来 这么快就回来了 怎么 不见叶寒那个废 奶奶 叶寒在周老板面前口述狂言 还说要见盛豪集团的董事长 现在是被留在那了 您帮忙他吧 是盛豪集团的 那可是至尊金榜排行第九的大人物 没想到叶寒君这么尝口 连盛豪集团的董事长都惊动了 看来这次的死定了 叶寒不是老说自己有多厉害 上阁山都终于活 他自己作死 跟我们可没关系 没错 如果不是他口出狂言 说要买下整个迪斯尼乐园 他能被人留在那儿吗 清言啊 我听说盛豪集团的董事长沈三千 富可敌国 那可是出了名的心狠手了 为父不仁 叶寒这次如果落在他的手里 恐怕 回不来 不行 再怎么说他也是匆匆的办法 奶奶 您肯定有办法帮帮他吧 哎呀我能有什么办法呀 要我看哪 叶寒回不来更好 匆匆没个亲爸 你再给他找个后爸爸就得了 子凌 你能不能 opposite 尼姐 尼姐 当初叶寒怎么对我你不是不知道 你现在居然让我帮他 是你说的对 该问你 不过 我真容易心理人 既然前进你都开口 帮他一次一个 真的吗 紫玲太谢谢你了 元姐 我都是帮你了 但是你怎么会帮我呢 你想我干什么 我包了《倾城之恋》的整座大平层 红酒配牛盆 谁等你来 子玲 你这是不是太过了 妈的 就像白嫖老子 真当老子是冤种 过了 元姐 我喜欢你可不是李天长漂亮 你说我好歹是个血洗方疮的 小伙子 总憋着了 对孙姐也不太好了 怎么需要发心点心 青岩呢 不是奶奶说你 上次子玲帮你找 秦帝大人救聪聪的时候 那可是毫不犹豫啊 你呀 就别总端着了 而且 我听说现在地下排名存置 你的排名可能就没了 你还不赶紧勾搭上子玲 让他帮你上网 这不仅仅是为了 你和聪聪的未来好 也是为了我们整个楚家呀 好 自立 我答应 好啊 叶姐 我打个电话 哎呀 那个非无意思 我就有机会 即使天罡之凭 请 很好 这一块 好 好 啊 啊 我們老闆已經到樓下 讓你抽言不敘等著吧 啊 我倒想看看 還是三千 我不敢斗 此道臨頭 哎呀 你你你來了 那個人生教育好嗎 沒錯 那小子太囂張了 他不僅揚言又收了咱們的迪斯尼樂園 上著有點臭錢 還對你出現不去 寧可千萬不能告他 小子 我們老闆來了 還趕緊歸著道歉 沈三千 你好大的膽子 這這真的是您 老闆 他何能何能 殺您用您這個詞啊 你趕緊收拾他 讓他見識見識您的厲害 我讓你見識見識我的厲害 正和金榜排名第九 沈三千拜見上海王 拜見無上海王 什麼 他是無上男王 是 我殺了男王 那 那豈不是我老闆的老闆 對男王不敬 拿下 男王饒命了 小子是無意忘本人的 是黃子凌 是黃子凌那小子 讓我追對您的 黃子凌 快說 怎麼回事 黃子凌跟我說 是您殺了抓姜家主 從龍的兒子 於是他讓小子殺了您 那個莊龍 是至尊金榜排名第十 既然說比我們老闆殺了點 那也是個大人物 於是小子就答應了 說什麼 但是小子看到您拿出那麼多 至尊金塔的時候 小子就知道您也不簡單 我也才讓您走的 但是實際上高 您一心又想買下迪士尼樂園 小子才冒犯了您的 叫你這麼說 那是男皇的錯了 不是不是 是小子的錯 我是小子的 那是小子的 那我罵他 那我罵他 反彼 我罵他 我讓我罵他 那我罵他 拿下去 怎么能捞您客费呢 从现在开始 这家迪子尼乐园就是少主的了 而且明天的生日宴 我会打扮特扮 行 那就这么定了 至于这钱你就拿着吧 我不喜欢欠别人的 谢南皇 不知南皇对明天的生日宴 有没有什么特殊的要求 对了 明天的生日蛋糕 我要亲自做 这样比较有意义 少主要是知道了 肯定高兴极了 拍马屁就没意义了 我走了 明天不要让我失望 是 恭送南皇 怎么样 严谨你也知道 对方是上豪集团的董事长沈三千 他在至尊金毛毁烈地球 他动起怒懒 没人干嘛 所以行事我功劳为力 什么 所以说叶涵回不来了吗 哈哈哈 回不来更好 要我看哪 他就直接死在迪斯尼乐园里得了 省得我还得找个地方把他给埋了 奶奶 你不觉得你这样说话过分了吗 过分 哪里过分了 我说的不是实话吗 我现在看到叶涵我就觉得恶心 你 你姐 叶涵不回来 不还有我吗 喂 轻易的 司灵你还是帮忙的吗 今天晚上你就去陪司灵 什么 叶涵 如果你是担心匆匆没有爸爸的话 没关系 等咱俩胜米煮成熟饭 以后我就是匆匆的后爸 岂不是够吗 你连给我儿子当孙子资格都没有 还妄想做他后爸 亦涵 你居然回来呢 亦涵 你没事吧 这种情况下你都能活着回来 说 干什么 我干了手 你无权知道 但是你我的账应该算算了 哎 叶涵 你居然在打死灵 这一巴掌 是让他好好长长记性 周园请害人要不是匆匆生日在齐 这一巴掌 已经人头落地了 什么 叶涵 你说子灵 我和周园一起害你 严姐 你不要听他胡说八道 我什么人你不知道吗 倒是他 当年想对我图摸布 差点把我这辈子都毁了 好你个叶涵 竟然学会颠倒黑白了是吧 竟然敢污蔑死了 叶涵 你过分了 我当时也在这 明明是因为你口出狂言 才被周老板留下来 你怎么可以把错 跪在子灵头上 而且周老板亲口说 沈三千董事长马上就到 你是怎么黯然无恙回来的 秦也 当时你走得早 后面的事情你不知道 因为周园得知沈三千是我的手下 当即就跪在了我的面前 将你一切真相都说了出来 叶涵 是我听错了 还是你脑子不好时 你竟然说沈三千是你的手下 你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 沈董事长 作为至尊金榜排行第九的大人物 能让他当手下的只有无上男皇 你该不会是想说 你就是无上男皇的吧 既然你们不愿意相信 我也不愿多费口舌 秦也 我回来就是要告诉你 迪资尼乐阳我已经为匆匆买下 并且邀请云族所有的权贵 将在明晚为匆匆取房生日 什么 够了叶涵 我处嫁不是你能胡言乐语的地方 叶涵 你把今天说的话记住了 我一定会一字不落地 找到周老板和沈董事长 你就等着被他们制裁吧 叶涵 不管你是怎么回来的 那既然你回来了 你就该改改你的满嘴都是谎言的臭毛病 而不是变子家里 你说这样的话 我真的太失望了青年我说的都是真的 现在迪资尼乐园已经属于匆匆 我闭嘴 来人 把他给我赶出去 好 禀告老太队 沈董事长刚刚放出消息 无上男皇将在明晚的迪资尼乐园里 举办一场生日宴 整个云州有排面的驾驻 必须参加 不得你 但是 你真的是无上男皇 哈哈哈哈 是我狗眼看人帝 永远不知经不训 鬼训 你真的是无上男皇 居然让沈董事长为你办生日宴 哎呦 以前是奶奶凑怪你了啊 奶奶叫你道歉 秦也 我答应过匆匆 要为他举办一场盛党的生日宴 也是我对你多年来的补偿 约翰 你 谢了 我还真是小瞧你啊 你这个脸皮厚的都能当砧板了 男皇为别人举办的生日宴 跟你有屁关系啊 紫灵 你说什么呢 这个生日宴 不是叶寒为匆匆准备的吗 他说是就是啊 我还说是我办的呢 随便开口一说就是啊 你 你说的也对啊 依我看 你不知道从哪打听来了 男皇要举办生日宴会的消息 所以第一时间跑过来装逼 只要换走别人可能就信了 想骗我 没门 确实 很口无凭 叶寒 你能拿出什么证据吗 他要有证据 他为什么一进来的时候不说 何至于要等到下人来通报的时候才提 叶寒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费尽西子演戏 只不过想掩饰你是一个变态的事实 但是我告诉你 狗就算这样子 他也是条狗 走死 瞧我了 见识时败露 你还气急败坏了是吧 在我家容不得你放肆 来人呐 你给我打扮他的腿等等 你 你走吧 秦也 连你也不相信我 我让你走 秦也现在在气头上 我说什么他都不会听 还是等明朗生日宴上 再揭露真相 好 我走 明天晚上 你们就会知道一切 子凌 既然叶寒是靠自己回来的 那是我今晚不能陪你 妈的真是个婊子 不过也罢我 我迟早上干得我 至于意恒居然没死 我得尽快向庄家主回报才行 我迟早上天晚上 好 我又被抓到 我迟早上 他就能找到 我迟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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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说 我迟早上 我要暂时顾不上他 你也应该知道 明天是南皇举行的生日宴会 我得好好准备一番 钟家主可知 南皇是为谁举办的商店 不清楚 但是毫无疑问 一定是一个了不得的人物 结榜生殿在即 这门生日宴举行的这么匆忙 值得深究 何况 如果南皇出现在生日宴上 我可以见他一面 好好巴结巴结他 专家主为烈天罡之手 难道没有见过南皇 没有 这七年间 南皇一直闭关隐居 我一直没能跟他见面啊 原来是睡啊 爷爷 好孙子 明天我带你三天一个生日宴会 你见见世面好不好 我不行 就是园里有个小孩不听我的话 我想带来去教训他 年月赛 你想叫上谁都行 但是明天这个宴会呢 至关动大 一定要去 咱们还可以理解释更高的任务 到时候你可以想当谁就当谁 真的吗 那好我去 太乖了 这有你爸的风法 哈哈 哈哈 禀告南皇 今晚的生日宴 也准备就绪 各路权柜也陆续到场 我老婆孩子呢 目前还没到 但应该快了 行 你去忙吧 好 聪聪 这是爸爸第一次给你做蛋糕 做不好 你可别怪爸爸呀 快快快 你干嘛带我到这儿的呀 到这儿 主家以后参加今天晚上 你就是庄家主吧 终于见到您了 我们对您可是孟明已久啊 敬过庄家主 快叫庄爷爷 庄爷爷好 看你像一个人呢 一函是你谁呀 一函是我爸爸 啊 是你啊 莫儿 你认识他呀 认识 他和我一个学校的 昨天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有个小孩不听我的话 我想带人教训的就是他 我想带人教训的就是他 这 原家路窄呀 你爸 带死我儿 你现在又得罪我孙子 看你这个 剑影 爸爸 有人欺负总总 还敢哭 庄家主 息怒 他是你儿子 叶涵是你老公 你们是一家子是吗 好 我一块 哎 庄家主 这都是叶涵的错 和庄爷爷没关系 你要怪 就怪那叶涵 和这个小爷主 对呀庄家主 今晚可是南皇举办的生日宴 这都快到时间了 不好耽误了 小臭崽子 你就知道哭 哭什么哭 闭嘴 奶奶你 小臭崽子 这给你找家家主 师孙金堡 排放第十个大人 人也是分开了 妈妈 纵纵疼 苍苍 闭嘴 苍苍 听妈妈的 别说话 今天就放你们一毛 我一看那个小月中我心不患 这个生日宴会你可以去 他不行 怎么不想一个妈妈 哭哭哭就知道哭来人 在 把他给我关进厕所 好我们不回来 不许他出来 坐 坐 谢谢 专家者都已经发话了 你要是再无名 就惹我上山了 生日宴我不去了 留下来 不行 今天的生日宴非同小可 你必须陪着子凌 昂尔咱们走 走 爷爷我想吃牛腻 去吧 真不愧是南皇举办的生日宴啊 往来的不不是国内底尖的名门望族啊 对啊 就是不知道今天的主角是谁 相对于想知道谁过生日 我更想知道南皇会不会登场 专专 原谅罢了 秦妍你来了 叶涵 叶涵 原来害死我儿子的就是你啊 你儿子 你儿子 你儿子是庄贤吧 看来我说的没错 有其子 有其父 放肆 咱们和庄家主说话呢 我告诉你 庄家主可是排在至尊金榜的第十 位高权重 岂是你可以不敬的 至尊金榜第十 厉害吗 叶涵 胡说什么 叶涵 你敢质疑庄家主的身份 你真是活泥 小子 你害死我儿子 我可以马上就杀了你 但是今天晚上我可以放你 我劝你好好享受活着的阳光 不要不知何歹 听见 趁庄家主还没有改变主意之前 改叶蛋 我凭什么责 就凭这里是南皇举办的生日宴 你一个老百贩进来 就是玷污这里 我知道你这个废物是怎么混进来 原来你是到这里当褚子来了 你为了能混进来真是煞费苦心 没错 我就是来当厨子的 但是我是来给我儿子做蛋糕的 给匆匆准备的 秦妍 我答应过匆匆 要给他举办一场盛大的生日宴 今晚就是我履行承诺的时候 这里是南皇举办的生日宴 你来给你个子 你不是不知道 这该怎么行 就是 谁不知道今天的主角另有其人 只想这个金版的生日宴 给你个子 做事 痴心冒想 我不想跟你们废话 秦妍 我怎么没看见匆匆啊 小冰匆 他怎么回事 匆匆没和你一起来吗 喂 我告诉你 他惹怒了庄家家主 被关在主家的厕所里了 你说什么 你说什么 谁让那个小野种和你长得这么像 看着都让人觉得恶心 如果今天不是因为生日宴 可就不只关在厕所里这么简单 完了完了 你敢在这里动手 你是不是不想活了 怎么回事 发生了什么 居然有人动手 小冰匆 你好大胆子呀 你敢动手 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咱俩撒野 匆匆没事 你不要冲动 这个宴会非同寻常 他来不了也是情有可原 这场宴会 是我专门为匆匆举办的 如果他没来 那干脆就别办了 点三千 以我的名义 通知宴会取消 叶涵 这人什么来头呀 一句话就可以让圣日宴取消 就是啊 不知道的还以为他就是无上南皇 说的天花乱坠 不还是要夹着尾巴逃跑 什么蛮呀 丢人见一个东西 报 今晚生日宴内混进了不该进的人 南皇因此震怒 特令生日宴取消 什么 什么 生日宴取消 是谁 不该进的人 是谁惹的南皇震怒 这俩刚说完 生日宴就真的会取消了 难道 你真的是南皇 不可能 就是他们惹怒的南皇 即便高三那位年轻人不是南皇 可他一走 宴会就取消了 所以他一定与南皇有关 老子为了生日宴 甚至取了一个百亿订单 你们居然害得生日宴取消了 你们怎么陪我啊 怎么陪我 怎么陪 帅 你最开的速度赶到储家 是 你最开的速度赶紧 爸爸 妈妈 聪聪太棒 站住 我儿子是不是在里面 为了抓家中的远従 谁也不能进 走 聪聪 爸爸 聪聪害怕 聪聪以为爸爸和妈妈不要我了 聪聪不要怕 爸爸妈妈一直都在呢 不会丢下你不管的 聪聪不要怕 爸爸妈妈一直都在呢 不会丢下你不管的 聪聪走 今天是你的生日 爸爸带你去迪士尼过生日 真的吗 好耶 走 孙高 以后啊 这里就是你一个人的了 你想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 太好了 谢谢爸爸 别告男皇 现在是否恢复生日宴 恢复吧 是 那就请男皇先行进入 属下这就去安排 稍后就到 松松 我们走吧 嗯 你们怎么陪 怎么陪你们 陪啊 陪啊 陪 陪 闹子 闹着想什么呢 居然以为 叶寒是无上男皇 开玩笑 可他如果不是男皇的话 为什么一走 宴会就取消了呢 对啊 谁告诉你 宴会是叶寒 找的 中家主 您这是什么意思 中家主 您这是什么意思 报信的人说 之所以取消宴会 是因为进来一个不该进来的人 引得了男皇震怒 可我是谁 庄家家主 庄龙 至尊金榜排名第十 如果这个生日宴会连我都没有资格的话 那你们呢 你们配吗 哦 想起来 南皇一开始邀请的就是云州的各大世家名门望重 我皇家声名显赫 是一定有资格参加的 那我什么家也是啊 听见了吗 不止是我 在座的各位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来这参加宴会没有任何的问题 刨开你们 剩下的那个人就是最没有资格进来 引得南皇震怒的罪魁祸首 是叶寒 他就是个劳改犯 他就是混进来的那个罪魁祸首 没错 就是叶寒 我敢断定 叶寒走后不久 叶寒就会收回成命 宴会恢复 咱们拭目以待吧 报 南皇有令 生日宴会恢复 生日宴真的恢复了 庄家主说的没错 看来惹得南皇震怒的人 就是这个叶寒 幸亏有庄家主子 要不我们就错过今天的生日宴了 这个叶寒太过分了 他就是个灾心 差点把我们所有人都给害了 简直爹里难容 葱葱 各位 那我摘心居然回来了 岂有此理 你还敢害我们不够吗 爸爸他们好凶 葱葱害怕 葱葱别怕 有爸爸在呢 各位 我与你们无冤无仇 什么时候害过你们了 你还有脸问 南皇就因为你混进来了 取消了生日宴 你走后生日宴才得以恢复 现在你又回来了 你是想把今天的生日宴 给毁了是吧 毁了生日宴 没有我 生日宴根本就恢复不了 放肆 事到如今你还在嘴里 你怎么不说你就是南皇了呢 爷爷 王二 这个人就是害死你爸爸那个 咱们看看今天晚上 他怎么下去陪你爸爸 各位 我知道南皇为什么 因为他取消商业 因为他就是个彻头彻尾的变态 他就是个彻头彻尾的变态 变态 什么意思 展开说说 自立 我求求你 别说了 妈妈 他们为什么要说爸爸 聪聪 他们没有说爸爸 你先跟爸爸回去好吗 爷 我从没跟聪聪说过你的事情 如果你不想让他以后讨厌 你先带他走 去哪都行 别回来了 聪聪 我们走 站住 怎么 你刚才不是很厉害吗 知道自己即将颜面扫地 就想着跑路是吧 没错 你走可以 但是在你走之前 是不是也要告诉各位 你当年都做过什么让人人身够分的事情 我倒想听听啊 好的 如果我在 但说无妨 别说了 走啊 没必要了 各位 你们七年前可曾听说过 云州出了一个禽兽不如的变态 与妻子新婚当天 今天想对一个年仅十三岁的男孩子图谋不归 强迫他一起睡觉摸他身体 满嘴乌言会语 什么 云州竟然还有这样的变态 连小孩都不放过 简直不是个人 他好像有点印象 当年 我在新闻上看到过 他怎么要听 丑丑没事 你听着就行 叶涵 爷爷 王子林高高说的变态 就是他吧 没错 如果当年不是那个男孩子跑得快的话 你就会那个禽兽不服务了 各位实不相瞒 当年那个小男孩就是我 而那个变态就是他 叶涵 天呐 当年那个变态就是他呀 我终于明白了 这男皇为什么震怒 是想 谁会让一个变态参加自己举办的神宴 叶聪 本来你爸爸是这种人 我要去学校跟大家说 我说得对 一定要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个变态 对小孩都下手 简直没有人性 别说了 孩子在这干嘛 走啊 走 我没有做过的事情 我为什么要走 我没有做过的事情 我为什么要走 叶涵 聪聪 你尽管听着 你只要相信你自己 相信你爸爸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聪聪相信爸爸是被冤枉的 冤枉 你知道你爸当年对我的心灵造成多大的伤害吗 你一句轻飘飘的冤枉 就想掩盖掉你爸当年的事实真相吗 我可以作证 当时我也在场 当我们到房间的时候 他手里还拿着一只死灵的袜子 我配 没有人错 这种人就不应该出现在这里 沈董事长呢 他是今天的主办方 也是至尊金榜第九的存在 应该由他将这个变态拿下 押送到南皇面前 接受审判 没错 有请沈董事长主持公道 你说的对 他确实该出现了 毕竟我的蛋糕还在他那儿呢 十二点一到 我要为我的儿子庆祝生日 叶涵 你还想疯到什么时候 你说自己是南皇 又说这生日宴是给你儿子办的 现在还说蛋糕就在沈董事长手里 你真以为我们一个个都是傻子吗 虽然我跟沈兄没有任何交情 但是我知道他不会跟一个猥胁犯 有那么多关系 沈董事长 董事长沈董事长 沈董事长 沈董事长 您来的正好 今天现场混进来一个变态 你一定要将他绳之一法 一镜效忧啊 没错 他就是惹的南皇取消生日宴的人 他还说认识您 简直太不要脸了 沈兄啊 好久不见 别来无恙啊 哎呀 你是东道主啊 赶紧把这个老鼠弄出去 太压大家了 你这不该带董董来 跟你一起丢脸 秦爷 你看着就好了 各位 众所周知 我只是今天生日宴的一个马前卒 真正的生日宴主角 是另有其人 下面 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 欢迎生日宴的主角 叶董小朋友 登场 冯总 快去吧 站那 沈老师 别搞错了 沈老师 别搞错了吧 对啊 这小野种他爸 可是惹的南皇震怒的人啊 他怎么可能是今天的主角呢 沈兄 要不你先问问南皇 先搞清楚人在一起 先问问名字 发刺 怒南皇的正是你们三个 你们还有脸在这恶人先告状 来人 在 把他们给我吼出去 是 沈三剑 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 虽然在至尊肩膀上 你比我高一位 但只是高一位而已 你敢对我动武 小心我禀告南皇 是你的罪 好啊 我等你去禀告南皇 但别怪我没有提醒你 如果你真的去禀告南皇 到最后受罚的 还指不定是谁 带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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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寒这是 这一切都是我为匆匆准备的 叶寒你去哪 洗刀 走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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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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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你生日快乐 有什么话等会再说吧 匆匆生日快乐 爸爸这真的是给匆匆的吗 这可是爸爸亲手给匆匆做的呢 吹蜡烛吧 匆匆希望我永远和爸爸妈妈在一起 来切蛋糕 如果我直接说我是男黄 亲眼肯定不会相信 道顾如先隐藏身份 等到街榜盛典时 再给他一个惊喜 我之前意外救过沈总实际上一命 他一直想要报恩 就主动提出来帮匆匆大办生日宴 我想着 我没给匆匆过过生日 于是就答应了 原来如此 原来如此 刚吓我一跳 我还以为你又要说你是男黄吗 吴上男黄是何等人物啊 岂是我能碰死的 我只不过是运气好一点罢了 有时候运气也是实力的一种 不管怎么说 我从没有看见匆匆像今晚那么开心 叶涵 如果不是当初发生的一件事情 也许我们一家人的命运都会有所 亲眼 当初我真 这么多年前的事情 我不想再提了 这么多年 我独自一人照顾匆匆 我确实怨过你 送过你 但不管怎么样 你毕竟是匆匆的亲生 我从没想过你 有句话说得好 嫁鸡随鸡 嫁狗随狗 不管怎么样 我都会坚持下去 至于子凌那边 你就放心好了 我会跟他解释 好了回去吧 匆匆还在等着呢 亲眼 再有两天就是街榜圣殿 到时候全天下的目光 都会汇聚在上面 必将在那个时候 揭露一切真相 洗刷我的冤屈 原来如此 我常让你骗 就能真实 叶涵 你给我等着 子凌 有打探到什么消息吗 有 我听叶涵亲口说 他当年侥幸救过 沈董事长一面 沈董事长为了报恩 才答应帮他儿子 办一次生日宴 但此事之后 二人在无法 我说嘛 叶涵怎么变得那么厉害 原来他只是踩了狗屎运 刚好攀上了 沈董事长的大腿而已 对 好个叶涵啊 竟然和同沈三千 跟这么多人面前如我 庄教授 干脆我们一不做二不休 把叶涵给弄死 算是你转手多少 仇可以报 但是不能着急 这个沈三千是个生意人 他不会做亏本的买卖 如果简单为了报恩 做了这么大的一个生日宴会 这不是他的风格 家主的意思 叶涵还有别的身份 对 虽然我可以确认 田刚往前失明 没有叶涵的名字 对我造不成威胁 但是距离 接膀升点是越来越近 万事你们要健身啊 还有 你们俩 比我更了解叶涵 你们也一起调查一下 有什么事情 给我汇报 是 松松今天这么开心呢 松松还是第一次和爸爸妈妈一起上学呢 那以后爸爸妈妈经常送你一起上学好不好 哎 你可别乱答应啊 太好了 好了我们也回去吧 哈哈终于等到你了 你们想干什么 你爸爸根本就不是什么大人物 我也都跟我说了 昨天晚上在比斯尼乐园 爸爸一直在吃牛 其实他一点本事都没有 你骗人 我爸爸最厉害了 一点都不厉害 我也都告诉我了 你爸爸就是因为踩着狗指引 才跟你办了巧吃日夜 你骗人 我没有骗人 你爸爸是罪犯 是欺负小孩的变态 你胡说 我爸爸就是罪犯 就是变态 我这里哥哥说的 大家都知道了 你爸爸就是罪犯 就是变态 我变态爸爸叫我变态儿子 变态总演那个小变态 我爸不是变态 我也不是小变态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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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谁能不用怕 喂 告诉我 我在学校想打谁就打谁 给我好爱你揍他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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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你说什么 我马上过去 怎么回事 你我想走 这是要走 你有什么 你不在乎 我 如果 你不在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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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必须严肃处理 这都什么人啊一点家教没有啊 这么小就学会打人了 能长大不得杀人怕我啊 就是他家长啊 那个家长出来见我们 我就是他家长 孙聪 怎么被打成这样 他们为什么这样对你 他们说爸爸是变态 聪聪气不过 我说爸爸是变态了 其人太深 就是你们的孩子把儿子打了 老师 我孩子受了这么重的伤 为什么站在这里 而他们的孩子 连大娘的伤口都没有 却坐在这里喝牛奶凭什么 凭什么啊凭什么你说凭什么 就凭你儿子把我孙子给打伤了 把手都打破皮了 我孙子那可是要当钢琴家的呀 你知道这后果有多严重 还有我儿子 他就不能受委屈 你儿子先动手 那就是你儿子不对 怪不得沈的儿子这么没家教 我看你自己呀 也不像个好东西 家人全反戒 你们太过分了 明明是你们儿子先吵的事 没吓走这么重 我儿子头都流血了 你们还恶人先告状 恶人先告状 我还就恶人先告状了怎么着 我告诉你 今天你儿子必须给我们一个交代 好啊 那你告诉我 你想要什么交代 好说 你就赔偿我们每家500万的医疗费 然后道歉 对500万一分都不能少 不然今天这事没完 这样是不是不太好 不然我们 老师啊跟你没关系 一边带着去 你们都是坏人 明明我走在路上 这他们堵在我面前 打我骂我 为什么还要我道歉 小兔崽子 这人都到你说话吗 大人说话 小孩子敲什么嘴 是没家教 孙子 看到没有 你以后啊 可别变成这样的人了 奶奶 叶聪的爸爸是个老改犯 是个变态 全校的人都知道 他爸爸欺负小孩子 叶聪肯定是跟他爸爸学的 什么 原来你是这种人啊 哎 老师 你们学校怎么回事 怎么什么样的学生都敢收 像这种明显没有家教 没有教养的你们也敢收起来啊 这不连累我们的孩子吗 干嘛 聪聪是我的孩子 他比你们任何小孩都老关 你们凭什么都说的 秦也你别激动 这件事情交给我处理 你一个人能行吗 爸爸加油 想走没门 我告 要是掏不出钱 让一家三口给我跪下磕头 给你脸了是吧 爸 打人了 打人了 我人是老改犯 一点文明都不懂 我警告你啊 你别乱来 我我可不怕你 坟米 这种你也有脸跟我讲坟米 人眼人都能看得出来明明是我儿子受了委屈 反倒在这里被你们指指点点 真当我是好欺负的吗 欺负你又怎么了 你也 你也 你也来给你做主 我 你就是创家家主 是尊经访成 还没第十的大人物 创家主 你你可来了 你可都为我们做主啊 你看我们的孩子被他那孩子打得多惨啊 多家主 这人太猖狂了 咱们孩子和你孙子平时都一起玩的 你可千万不能放过他 爷爷 他们都是我找来教训业聪的 是你说过我在学校想打水就打水的 你肯定会帮我撑腰的吧 没错 你是我孙子 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要是谁有什么意见的话 肯定是想以我庄家为敌 庄家主 好他的威风 哈哈哈哈 你说的没错 我身为至尊金榜第十名 庄家因我凡是龙富强 除了那些排名在我之上的存在 其他人想惹就惹 咱就杀 原来你也不是无作主 那我倒想看看 在你惹关心那些人眼前 你又是一个什么人看 我从来到医院 我限定两分钟 我限定两分钟 就让我到医院 哈哈哈哈 你刚才说的 该不会是清帝一天吧 就凭你 也想驱使清帝大人 真笑死人了 就是 简直不知道天高地厚 你不会以为攀上了沈三千 就能够目空一切了吧 我知道 你只不过是救了他一次命而已 不过昨天那个宴会 他算是给你的报恩 你们之间没有任何拖欠 那你觉得他能保你多久啊 你都不知道 我怎么知道 那你就别管了 我还说 你有沈三千废佑 我可以吃一些 再报你杀我儿之仇 那你现在都送上来了 你别怪我了 老师 你得出去一会儿 要不然邦你一身血不合适 爷爷 他害死了我爸爸 那我也要让叶聪长长 失去爸爸的滋味 没问你 亲地大人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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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地大人 这怎么可能 亲地大人怎么会来这儿 波熙福地 毕自毕 是你 你 你到底是谁啊 哎 你们别慌 你们不会真的以为 亲地大人到这儿来 是来帮他了 庄家主 您的意思是 依我看啊 他最大的靠山也就是沈 沈三千的资历想调动 亲地大人 他是不顾自顾 我的判断 亲地大人到这儿来 是有别的事 刀龙 我是说你太聪明了 太蠢了 大胆 这么和庄家主说话 与涵 我也不是你废话 既然亲地大人来了 我就当他的面 将你缠手施众 请你大人 好久不见了 请你大人 好久不见了 拜计亲地大人 您就是亲地大人 我爷爷说过 您是世界上仅次于 无色男皇的大人物 您看 就是这个人 害死了我爸爸 听这人 童言无忌 您别误会 他不是让您动手 他是在说他的罪状 正好您来了 我当着您的面 把他杀了 给我儿子报仇 一天 你还想听到什么时候啊 对不起男皇 只不过是很久 没有见过这么蠢的人 忍不住都听了个 什么 青梨大人 您您叫他什么 庄龙 你年纪大了 耳背可以理解 但是作为一家家属 如果脑子坏了 可是要影响到整个家族的 这位 就是至尊金榜榜首 天下第一人 无上南皇 这位 就是至尊金榜榜首 天下第一人 无上南皇 什么 这 这是传说中的 无上南皇 哎呀 我脑糊涂了 竟然得罪了南皇大人 青梨 您不会是开玩笑了吧 他怎么能是南皇大人呢 抓了 你知道你现在像是想个傻子 明明南皇已经多次在你面前展示身份 你去找各种理由安慰你自己 就像昨天晚上的生日宴 南皇已经当你们的面取消了身份 你们居然还找各种理由质疑呢 还真是应了那句话 自作念不可活 自作念不可活 哎呦 那我呢 都是我的错 都是我儿子的错 都是他们的错 哎呦 对不对 才是我的错啊 能放上不变呢 哎呦 你是什么什么 是什么 他妈欺负别人 你这个不孝子 咱家都让你害死 你个小兔崽子 害你南皇打着磕头鞋子呀 对不起你叶聪大佬 对不起南皇 我们不敢了 嗯 南皇要处置他们 都是孩子之间的打闹 让他们找我儿子 好好认个错 匆匆原谅他们 他们才能走 哎呦 是是我们这就是 我们这就是 谢谢谢谢 走 走 走 来 走 庄龙 你可知罪 庄龙 你可知罪 庄龙 你是不应该欺负叶总 而且你不应该欺负所有人 南皇大人就有的事 我保证以后 不会欺负任何人 庄龙 你自费一臂 以示惩戒 鞋大人不杀谁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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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爷爷你不跟我一起走吗 冲儿啊 爷得罪南皇了 花命不久饮 但是你还想 南皇做事 获不及老幽 以后你要离开云庄 去海外 不要再回来了 好 爷爷我不想走爷爷 真假 爷爷 你把我犯了一个 无法一步的错误 但是啊 我不会作业在你 我不仅为你报仇 不想避免的空啊 送回一些障碍 儿子 你觉得 把我对冲锋吗 不安心 他已经活得够久了 就要还你了 华德梁 马上给我来装下 华德梁 明天无论如何想办法 你把遗憾的儿子给我绑过来 明天 明天不是几个晚上这个 八点以前我决定跟叶涵做个柳段 你做柳段 赵家主 您别开玩笑 那叶涵是不实施楼异 您何必这么认识 还专门绑下坛子 只需要您忠实 动一根手指头 对叶涵遭死千万年 这个杀过黄伏鸭了 如果你知道叶涵就是暗黄 可怕现在都下了三点 我之所以不把真相告诉你 也是不想让你去 没事 这你不用管 只管把人带到 都没有任何谨定去 不过 你放心 我已经安排好一些了 不管明天盛典我能不能到现场了 至尊金榜第十的位置都是你 什么 庄家主 此话当真 千真万确 好 庄家主放心 晓得明天一定把那个小野种给你送到 你还真以为有这么大的便宜让你去占呢 即便明天我杀了叶涵 清帝也不会放过我 而且 得到我排名的你 也同样视为是我的同党 到头来 也是死都一跳 我活血了 谁的名我都不在乎 之前在学校跟匆匆打架的那三个小孩 跟他们的家长一起赶过来 一直给匆匆磕头道歉 还留下了一笔钱 我问他们怎么回事 他们也不说 叶涵是因为你 和我没多大关系 是他们自己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我能看得出来你在骗我 嗯 不过没关系了 反正他们已经给匆匆道歉了 你就不好奇 我是怎么做到的吗 我好奇 现在的我 只想看匆匆健康成长 这就是我最大的幸福 其他的一切都不重要 哦对了 明天就是接网大会 我希望这次我能再次入榜 并且能够彻底定下来 这样 无论匆匆是上学 还是进入庶服 都不会受到你犯罪身份的理 靳言 即使你没有入榜 匆匆也不会受到任何影响 我向你保证 我知道你说这话是好心 不过 要入榜还是最文破 不过你放心吧 我不会为了入榜 而去嫁给子龙的 妈妈 嗯 来了 怎么了 警告男方 主下在调查 庆人权 犯罪在诬陷入译的那件事 意外发现了一段经科影响 很有可能就是黄子铃 将当年昏迷对您 昏迷黄间的视频 说什么 他视频呢 时间很长久 视频已经模糊不清了 我们也是辨别了很久 才认证 他是您和黄子铃 不过我们的人 已经在加急处理了 想必在接宝室免开水前 就能将视频清晰的导致 好 这段视频 我被诬陷的真相 才能真正的大白于天下 这件事情先不要审障 一有结果就告诉我 是 还有明天的榜单上 我要看到青岩的名字 对 爸爸呢 爸爸没和我们一起来 今天是至尊金榜的 接榜圣殿 他叶寒是像蓝黄一样 盖牙曲英雄 还是像青帝大人那样 武力超群 什么都不是 他有什么资格参加 接榜圣殿 听听乖我们马上就过来好吗 那好吧 原浅 老太军 我来接你们去参加接榜圣殿 大子凌有心了 你跟青岩一辆车 我跟松松一辆车 怎么 我跟松松一辆车的 正好我俩一辆车 我不想跟你一辆车 这里哪有你说话呢 让你去你就去 这不太好吧 有什么不好的 反正你们两个也要 哈哈哈哈 你这么生气吗 哦 嗯 小兔崽子 真跟你爹是一个毛子里磕出来 越看越来气 不过还好 爸 我还好 你也是当天之后 都怎样见不到你们父子俩了 啊 呃 呃 呃 哇 他给咬我 呃 呃 杨黄 视频的恢复南下最后一句 您将能在大费里面 好 是青岩你先去忙吧 是 子凌的车呢 他不是一直跟在我们后面的吗 估计半道有什么事 不用慌 我们先进去 青岩 我 你喊 你居然也来了 这里是街榜盛典 你来干什么 我想来就来与你何管 你 青岩 聪聪怎么没和你一起来 聪聪在子凌的车上 他们还没到呢 什么 跟黄子凌在一起 什么 跟黄子凌在一起 怎么 人家子凌就不能和你儿子在一起吗 我告诉你 子凌这是在和聪聪培养感情 等青岩和子凌结了婚 那聪聪直接就叫子凌爸爸 我才是聪聪的爸爸 青岩 时间都这么久了 黄子凌怎么还没来 我也觉得有点问题 我打个电话问一下 不用打了严姐 来了 子凌 聪聪呢 聪聪说有点不舒服 先把她送回家 不舒服 怎么会突然不舒服呢 没事 聪聪说肚子 觉得可能是吃坏东西 放心 我已经找人在照顾她 聪聪昨天一直和我在一起 吃的东西都很正常 怎么会突然拉肚子呢 黄子凌 把我儿子怎么了 我呸 你怎么救你儿子金贵 你天天想着别人怎么害你儿子 那惦记小孩的事 你又不是没做过 你以为人人都像你啊 就是 严姐 放心吧 她就是肚子痛 已经在家找人照顾了 再说今天是接宝圣灵 把一个小孩子来也不太方便 嗯 你说的也有道理 行了 愣着干什么 进去吧 遗憾 你想的没错 你儿子是我抓 说什么 先别急 你要在这让你 你儿子就真死定了 飞机工地 庄稼署在那等你 他说了 谁让你自己去 我 我 王子凌 等我回来 你杀你 你他妈 小兔崽子啊 过不了多久 跟你妈一块上路了啊 朱尔崽子啊 活腻了 杀他了 恭敬的无上南皇大人 你终于来 既然知道我是南皇 还敢抓我儿子 真不怕死吗 是 哈哈哈哈 就是因为我知道你知道 老自己也活不了 所以我 孤独一致 呀 我也不跟你废话 那活命可以 自肥武功 一命敌一命 你死了 我让他走 别动 再动 把你脑袋拧下来 别动 交换 放不住我儿子 自肥武功自财 你现在可以放走我儿子了吗 你死了再说吧 既然你要死 那我就成全你 爸爸 你好厉害 原来就是无上南皇 孤独先转过去 爸爸还有事情要做 哎 我也不会放过你啊 做人我都不怕 还怕鬼不成 你敢动我儿子 这该就是你的下场 孤独我们走吧 爸爸我们去哪儿 结榜大会啊 爸爸 原来你真是南皇 你好厉害啊 这就是 至曾经榜 三十六天刚 七十二地杀 全世界最有实力的 一百八个人 都汇聚在这儿了 能看到这样的场 我这辈子也没白活 你还呢 他不是也来了吗 你还惦记着那个废物干嘛 他来是来了 可在门口没转有几圈 他进不来 就约回去了 老泰君说的对 可这是什么地方 叶涵有什么资格拿进 是吗 叶涵 哎呦你 居然没死 你说什么 没什么 你不是肚子疼在家吗 怎么跟爸爸一起来了 他这婚人 他绑架了村头 什么 是不肚子疼崽子 你胡说八道什么 聪聪没有胡说 他把聪聪送两个 中家那个老头子 老头子差点伤了聪聪 所以爸爸把我救了下来 这到底什么情况 颜姐 你可不能相信他说的 我什么人你不知道吗 我明白了 一定是他教唆的 是他从头这么说的 他想诬陷我 方子林 你还真不要脸 黑的都能让你说成白的 你少在这儿谣言 我不要脸 那又你不要脸 你个变态劳改犯 当年想对十三岁的我图谋不回 因此顿了七年的忙 结果到现在你还一直在狡辩企图 想掩盖当年的真相 叶涵 你那技俩都让我们识破了 你现在还教你儿子撒谎 你还是不是人你 叶涵 我以为你已经改过自行了 没想到你人匆匆都不放过 我对你太失望了 吵什么呢 你不知道吧 当初轰动云城的那个变态 就在这里 啊 就是他叶涵 别说我估计不小 现在还叫做几个 我叉态 我爸爸不是坏人 我爸爸不是坏人 我爸爸是胡乡南方 你们再说我爸爸 我让我爸爸打你们屁股 聪聪 想说什么 你自己幻想自己是胡乡南方也就罢了 你还带着你儿子一块 有脸说自己是好爸爸 聪聪你个宠物 你被你爸卖了一台帮的手机 我警告你 不准说我儿子是蠢货 我警告你 我警告你 不准说我儿子是蠢货 这小孩在胡说八道什么呀 他竟然说这个变态是无上男活 要不是看你是想 我把女妈一起按在床上打 按在床上打 哎 算我这个咱们两个混合装打 你们为什么不相信我爸爸 我爸爸真的是无上男活 刚才他瞬间来到我同学们面前 连专家老头都说他是无上男活 迪寒你居然能教你儿子说出这种法 你们父子俩什么胡逆 义和等青帝大人到了 连严人俩都得死 青帝大人到 出 外见青帝大人 坐 各位 今天就是大家期待的肩膀盛典 三十六天刚与七十二地上 一共108人的名字都在上 接下来 我将一一为大家揭晓 大家注意 5 4 3 2 1 接宝 第108 北帝张家 张伟 第107名 万重山庄 叶涵 你死定了 你跟你儿子当中冒出无上男活 一会儿等青帝大人盘点了榜单 我一定会得到灭了 你和你儿子都是个祸 叶涵 这次真的太过分 妈妈 你为什么不相信爸爸 妈妈 你为什么不相信爸爸 第38名 云州楚家 母亲眼 38名 怎么样 这就是你 没错 是我包颜姐上 子凌 真的太感谢了 方子凌 你是真不要脸 明明是我帮亲眼上的榜 怎么又成了你的功了 放屁 你算什么东西 你也有资格左右榜单的排名 我爸爸是无上男活 太虎说 你像死人 叶涵 你还不知道吧 庄家家主已经答应我 把他第10名的排位绕了 让我进入天罡 什么 天罡第10 子凌 庄家家主真这么和你说 是还是不是 待会儿听听就知道了 第10名 云州皇家 王子凌 第10名 云州皇家 第10名 黄之龙 云州皇家 黄之龙 王子凌的名字 用至尊金把手划掉 你谁啊 别敢妄想左右榜单排名 亲帝大人 此人多次扰量会上之水 齐心可诛 应该把此人吹逐出去 叶涵 我真是发布你就算了 你这个时候你还个犯贱 你真当上是自己家 你够了 你当自己是个什么东西 滑掉我的本人 你别笑死人了 清帝倚天 谨宗无上男皇法旨 第10名 吴 什么 请请请大人刚才说什么 他是男皇 前十登场 至尊金榜排名第九 生蚝集团 是三千 至尊金榜排名第八 生成匪王 至尊金榜榜首 上男皇 叶涵 他怎么可能是无上男皇 你骗我 你们都怎么骗我 他就是个战略变态 他就是个老改犯 各位 有一段视频已经发到你们的手机上 就是黄紫林 你以后杨梁主 真理在前 却不死之 我还作弃了贼人 黄紫林你干 你干 啊 黄紫林啊 我 来 你只会骗我 就是你害我爸爸 叶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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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求求你 你让无上男皇饶过我 叶涵 叶涵 我求你了 叶涵 滚 黄紫林 无陷无上男皇 罪无可赦 敢 逼 决 叶涵 你真的是无上男皇 没错 秦也 从今往后 我们一家人 可以永远生活在一起了 啊 啊